我們真的合理多樂 真的不錯耶 不過你有聽過要整隻泡進去嗎 在網路上面好像滿多人這樣做 感覺生意外的還不錯耶 欸我沒有想說炸雞是冰的可以好吃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吃肯德雞 不過我要教大家肯德店 又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賣大王的隱藏吃飯 我一想說肯德雞應該也有吧 好像我們Google了一下 之後發現了一些隱藏吃飯要來教你們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可能有的東西看起來滿莫名其妙的嗎 就來做做看就知道了 第一道 大家都知道肯德雞就是被 雞蛋耐耽誤的蛋塔店 所以以蛋塔為主之後 我要來教大家兩個隱藏吃飯 第一個呢 是網路上面有人說 他在吃薯條的時候 不小心肚條就這樣 呼啾 欸 五條不進去 掉進了蛋塔裡面 然後就沾到了蛋塔這個醬 然後他說這樣吃起來超好吃 意外的好吃 可是網路上面這一道一致好評耶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薯條如果沾太多蛋塔的話 變成蛋塔味太重 然後如果沒沾什麼蛋塔的話 就變成薯條味 就他們兩個就是分開了兩個東西 甜的甜 鹹的鹹 然後我們上線 對 我以為會讓薯條像沾醬那樣變甜甜 你有吃出什麼說語言嗎 沒有耶 沒有耶 對啊對不對 他就是甜的甜 鹹的鹹 可是網路上面這一道是好甜耶 真的假的 我吃不太出來耶 我在PPT上面看 然後有人就說他 不小心這樣沾到 然後意外的好吃 然後下面超多人認同 第二個隱藏吃法 一樣是 蛋塔 為主軸 然後去加玉米濃湯 不知道他不會變酥皮濃湯 因為他這個皮不酥酥的嗎 我也不知道 這看起來蠻合理的 這感覺蠻合理的齁 來 真的就是酥皮濃湯了 蛋塔中間 空隙還可以撈一點湯起來 這個合理多了 這個不錯耶 這太好吃了 我覺得鑑魚這麼好吃 我剛剛那大塊 我覺得我願意共進一整顆蛋塔 每次玩玉米濃湯 下次就讓我去可樂器 完全這樣子也吃 吃完早排蛋塔之後 要來嘗試另外一個 我覺得很不解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吃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但是又蠻詭異 就是 炸雞 泡可樂 吃炸雞 吃要配可樂沒錯 不過你有聽過 他整隻泡進去啊 我是真的沒聽過啦 可是在網路上面 好像蠻多人這樣做的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太噁大 其實意外的還不錯耶 欸我沒有想說 炸雞是冰的可以好吃耶 這炸雞是冰冰的 因為可樂是冰的嘛 但炸雞是冰的 然後它是好吃 可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要點炸雞 要點原味炸雞 不要點辣味 因為有點辣味炸雞 所以他吃起來又多了一個辣 這個辣我就覺得不太合理 可是他撇除那個辣味 它是好吃的 你不會只吸到肉汁的那種感覺 因為吃到一股可樂前尾 就是真的 難怪人還說吃大雞要配可樂 下次不要配了啦 直接沾著吃 欸 趕快 網路終於沒有騙我耶 需要準備的食材油 糖醋醬 甜辣醬 好 我們就要先來吃雞 為此來準備了 酒吧雞的手套 吃起來就好 好的 就如大家所見 我已經拔好一口雞 然後甜辣醬 既然是泰式的話 糖醋醬 全下應該可以吧 喔 筷材油模有樣 讓他們來個泰式把沙漆 每一塊雞肉都幫他均勻的按摩 其實這三個調味料是mash 他們三個醬料是有融合在一起的 這個是還不錯吃 可是就它的做工來說 我覺得太繁瑣了 真的 它就只是糖醋醬的升級版 就是比較甜 比較辣一點 隱藏吃法的最終回合 米搖搖樂 然後這個啊 就是可以夾自己喜歡的米搖 夾雞米花 夾雞塊啊 都可以 然後要記得再加個薯條 然後我加了一些咚咚 進去 把它試掉 先加番茄醬 到底在咬什麼味 我覺得不好吃耶 我覺得他們需要一點糖 我覺得番茄不適合 我覺得番茄醬跟甜辣醬不適合 他們不應該在一起 因為不會 我覺得這不好吃 他們兩個在一起 會延伸出一個鹹味 後進口吃的感覺 對我不喜歡 所以如果大家想加醬的話 還是建議加 長醋醬 長醋醬就是大家最好的夥伴 那如果有什麼隱藏吃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吃哪一個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什麼隱藏吃法 可以分享給我 那如果有的話就告訴我吧 那我下次就可以繼續去 好好快樂的吃可德基 那如果今天隱藏款裡面 我最喜歡吃的真的是那個可樂炸雞 欸那真的是我覺得超奇葩 可是意外的好吃耶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還是我味蕾有問題 沒有啊 我味蕾有問題啊 然後還有那個酥皮濃湯 酥皮濃湯 蛋塔加濃湯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就是比你一般在外面吃到酥皮濃湯 更有層次感 就更有奶香味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